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诗作于唐素宗上元元年 即公元七百六十年 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 预设回来的第二年 李白预设后 从江夏往巡洋重游庐山时 做此诗寄给庐须周 当时 李白已经历尽磨难 始终不愿向折磨他的现实低头 求仙学道的心情更加迫切 谣 不和乐的歌 也是一种尸体 卢氏益须周 即卢须周 字又真 泛阳人 唐素宗使承认殿中 氏玉使 相传 操池有青莲之玉 曾与李白同游庐山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遍这首七言古诗 卢山 炉山 摇曦 卢玉使须周 李白 我本 楚狂人 凤歌 笑孔秋 手持绿玉帐 招别黄鹤楼 五月寻仙 不辞远 一生浩入 明山游 庐山秀出 南斗棒 屏风九叠 云紧张 影落明湖 清带光 金雀前开 二风长 银河道挂 三十凉 香炉瀑布 遥香望 回崖 踏杖 灵苍苍 翠影红霞 应朝日 鸟飞不道 无天长 灯高壮观 天地间 大江茫茫 去不还 黄云万里 洞风色 白波九道 白波九道 流雪山 好为庐山遥 杏音 庐山发 贤窥时境 清我心 谢功行处 苍台墨 造福还丹 无事情 秦心三叠 道出城 遥见仙人 采云礼 手把扶摇 朝玉京 仙妻汉曼 久亥上 远接卢敖 犹太清 这首诗翻译为 我本相叫街鱼的楚国狂人 高声唱着凤歌 去嘲笑孔秋 手里拿着一根香绿玉的手杖 大清早 辞别 著名的黄鹤楼 攀登五月 寻仙道 不畏路途遥远 这一生 就喜欢踏上名山游览 秀美的庐山 挺拔在南斗旁 九叠云丈 向锦绣云霞铺张 湖光山影 相互映照 泛着清光 金雀岩前 双峰 助力入云端 三叠犬 如银河 倒挂在山石梁上 香炉峰瀑布 与它遥遥相望 崇颜碎跌上 高耸入云 茫茫苍苍 翠云红霞 与朝阳相互挥映 鸟儿也飞不过广阔的吴国天空 登高远望 天地间壮观景象 大江悠悠东流 去而不还 天上万里黄云变动着风色 江流波涛九道 如雪山奔躺 我喜欢为雄伟的庐山歌唱 这兴致因庐山风光而滋长 闲时 观看时镜 使心神清静 谢灵运的足迹早被青台掩藏 我要极早服用仙丹 去掉尘世间的情感 修炼仙丹和积学求道 已经小有所成 远远望见 仙人正在彩云里 手里捧着芙蓉花 朝拜玉京 早已约好神仙 在九天会面 希望迎接你 一同遨游太清 这首诗是永叹庐山风景的奇觉 游览飘然 忽发学道成仙的欲望 并进而邀请同伴 全诗共分四段 首六句为第一段 是序曲 诗人以楚狂自笔 写自己对政治的淡漠 透露出寻仙访道的隐意之心 庐山八句为第二段 以仰视的角度写庐山 瀑布相望 银河道挂 翠影映月 鸟飞不道的雄奇风光 登高八句为第三段 以俯视的角度写长江 茫茫东去 黄云漫里 九派流雪的雄伟气势 并以谢灵韵的故事 抒发了浮生若梦 盛世难在 寄引求仙访道 超脱现实的心情 《早福六句》为第四段 想象自己能够早福仙丹 修炼成仙 到达向往的自由仙界 并以卢敖的故事 邀卢世青同游 全诗 想象丰富 意界开阔 给人以雄奇的美感享受 其中 五月寻仙不辞远 可用以做事业追求者的景句 好了 让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七言古诗 庐山 姚记 庐玉氏 虚州 李白 我本楚黄人 奉歌 笑孔秋 手持绿玉杖 招别黄鹤楼 五月寻仙不辞远 一声号入 明山游 庐山秀出 南斗棒 平风九叠 云紧张 映落明湖 清带光 金雀前开 二风长 银河倒挂 三十凉 香炉鲁铁鲁铛碎鲜 樱顳鲜鲜 翠影红霞 应朝日 鸟飞不到吴天长 灯高壮观 天地间 大江茫茫 去不还 黄云万里 洞风色 白波久道 流雪山 庐山摇 杏音庐山发 贤窥实境 清我心 谢公行处 苍台末 造福还丹 无事情 秦心三叠 道出城 摇见仙人 采云礼 手把扶摇 朝玉京 仙妻汉曼 久亥上 远皆卢敖 犹太清 好了 今天的赏西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语音国学 记得把它分享给您身边的大朋友 小朋友 您还可以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链接 获得更多的诗词语音 感谢您的关注与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